司机最适合装补偿器的枪,你都知道吗? 没有补偿器,全都是垃圾 1.AKM AKM是经典的AK系列步枪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威力和高后座力 司机里的AKM只能安装三个配件 降低后座力的配件只有一个枪口 所以要想能控制住,枪口必选补偿器 2.M762 M762的裸枪后座力比AKM还要高 所以它更需要降低后座力的配件 握把不用说,首选肯定是垂直握把 枪口也就是补偿器最适合它 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后座力,提高稳定性 3.SKS SKS是吃鸡最老的一把7.62连鞠了 裸枪的属性非常差劲,后座力超大,稳定性很差 枪口上跳也非常严重 所以SKS也是非常吃提高稳定性的配件的 枪口自然也是补偿器最适合了 4.MK14 MK14不管是近战还是远战都是非常厉害的 但它最令人勾兵的就是后座力太大了 如果你枪口不选补偿器 那这枪完全没法用,实在太飘了 所以MK14也适合装补偿器 好了,我们下期见